如果能够被删整除的,你可以把上面的程序复制贴过来 后面我加一个底线,能够被删整除,名称不能一样就对了 接下来的话,能够被删整除的逻辑,基本上是什么? 删意思是指的是这个3,它跟列的关系相差1 所以你如果说要能够判断的话,特别注意就是在4回圈的里面打一个tape键 一般是会先把那个逻辑先打出来,if,if什么呢? if,列,列的话是用i来代替,i-1 因为这个i它是从2开始,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数字的3 我们要的是真正这个数字的3 然后把它怎么样?刮腹起来,记得要把它刮,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要先减,后面的话整除,整除我刚刚有用过空白键 加一个mode,mode空白键3 如果mode3等于0,的叙述是这样的叙述 也就是哪一个数字?mode有点像加减乘除 就是说它的余数等于0的话,这样的叙述 then空一格,然后做什么?enter两下 先打个l,反之,再enter两下,打一个enter一符 先把它的整个架构先打上去 如果说它整除的话,要加底色好了 如果没有整除的话,那我就把没有整除先放在这边一下 拖拉过来,然后按tape键 让它向下一个阶层,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然后如果说没有整除,那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是如果整除的话呢,就是把原来这个再复制一个好了 为什么?因为再复制一个,就是说输出之前 我先格式化,格式化成,enter一下 那怎么格式化它的那个底色?前面好像有讲过 sales,点,一般我刮胡就要再打 点interval,就是它的底色 interval的color,点color 这个interval这个color,指的是底色 记得打完之后再把刮胡补上 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你先打刮胡 它会没有出现那个interval 所以我先把那个interval先打上去 再补一个刮胡给它 那RGB等于什么呢? 这个只要想到color,我前面讲过了 你就记RGB就可以了,三原色 如果我要把底色改为黄色的话 黄色应该是255,痘点255 就是红色加绿色,痘点0 这样就黄色 如果你要知道颜色,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到那个常用里面去找 它可以让你调出颜色出来 好,那也就是说能够被删整除 它输出之前呢,会先把它的底色改成黄色 再把资料给输出 反支的话呢,那也就是直接输出原来的公式就对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做完之后呢 我把它执行过 各位可以看到,游标放这个范围里面 你会发现,只要是第三列的 只要是列后面这个数字是3的话 它就会帮我加个底色 所以一连贯,只要是3的 就自动帮我加上这个黄色的底色 那当然再来就是清除了 这个清除呢,如果你现在把它清除的话 它只能够清除原来的资料 不能够清除原来的,就是你加上底色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清除的时候 除了清除资料之外 也能够把底色清掉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因为你清除底色它会清除到原始的颜色 会是变灰色的 所以怎么办呢 底色原来是白色的 那白色特别是最好 你就把RGB改了 白色的话呢 就全部都是255 那就是白色的 全部都是0,就是黑色吧 OK,应该知道 反正这个搭配起来 白色,所以清除的话 你只要把刚刚的这个Interval 这一行复制过来 全部255之后 清除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底色就不见了 为什么 实际上这个清除 我不是把它的底色清掉 而是把它的那个颜色 放上白色而已 大家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是不是 我如果要真正的清除的话 实际上一般的